伯伯 前几天呢 和一个会员同学聊天 那孩子有点焦虑 但是很谦虚 研究生学历 对未来的大城市工作很担心 感觉在一线城市买房子 就感觉和做梦一样 他对这个房子这事比较担心 那我发现呢 有些我的会员同学呢 也有这份观念 所以出几视频跟大家聊聊房子 那说到这个呢 让我想几个事了 就是之前有个同行黑子 他骂我 就是说三十多岁才要孩子 打着爱妻的称号云云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还说我是个 被这房贷的房奴 咱不说他的话有多恶毒啊 毕竟后不及妻儿 那我给我媳妇看了之后呢 我俩都乐了啊 因为用我媳妇的话说 就是人家说的大体没毛病 还挺贴切的 唯一不准的就是 我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爱我媳妇 这是我媳妇自己的表述啊 不过呢 我个人也觉得 说的还挺像那回事的 我是个快奔四十的八零后 批评与自我批评啊 就和五讲四美一样 是我们那一代人必修的一个功课吧 一个主要教育 有的时候别人骂你 动机是一回事 但是话里本身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拿来琢磨一下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嘛 我们就从这个切入点来聊一下房子 插一句啊 想从事切入式开发同学 可以关注主页或视频上文字 加为入签入式会员指导服务 目前已解决很多同学的学习 求职规划三大问题了啊 有学习资料 项目训练 简历优化 职业规划等内容 无后续收费 直到求职成功 我是15年买房 那个时候房价还没有起飞 我买完没几个月就彻底起飞了啊 所以虽然房价降了 但是算上利息来说呢 我觉得也倒说得过去吧啊 我那时候呢 是两年的签入式工程师 就工作两年 年薪是20多W 月薪15,000 14薪 年底一般还有点绩效奖金啥的啊 现在研究生干签入式 20多万基本上是一个刚入行的水平吧 对吧 不过呢 现在的20万没10年前的那么时尚了啊 贷款这个东西呢 我们都会提前还啊 前两年还首付啊 很多都从亲戚朋友那凑 然后呢 又疯狂的去还啊 还亲戚朋友们这些钱 然后呢 又疯狂的凑贷款 还贷款啊 我是基本五年左右 就还个差不多了啊 就是我创业那会儿 所以说我谈不上爱我媳妇啊 因为我媳妇在整个还贷的过程中 没少跟我遭罪 吵架 低质量生活 这都是很其中平常的啊 所以说我是防奴 说我不敢要孩子 我觉得说的没毛病啊 奴隶啊 是别人富裕的 而我呢 我基本上是自己主动想当奴隶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说 应该是我骨子里有非常重的奴性 我肯定是代表不了80后 只是80后的一个小案例 不过身边的朋友 同事 基本上也都跟我差不多 大家还是有很多共性的 房子对我们这些人而言呢 是一项和高考一样 重要的任务啊 必须要完成它 也是阶层 圈子 是成功的标志 其实也是执念 那执念呢 又生出枷锁来 所以它对我们来说 房子是枷锁 至少对我来说 房子是我绝对的枷锁 并且是我自己 愿意把自己扣上 带上的一个枷锁 在我和我身边同龄人的观念里 买了房子 你就算成了 你还能每个月 还小两万的贷款 那你太成功了 你太是成功人士了 哪怕你天天只能吃香 你都是成功人士 更可悲的是 连你自己都会这么认为 一个吃香的成功人士 并且骨子里的文化观念 让你无力反抗 你还敢要孩子 你有北漂的基本觉悟吗 对吧 我身边的同事 大部分都是30岁以后 才敢要孩子 有甚者30岁以后才结婚 其中不乏北离北航的硕士研究生 尤其是想在帝都扎根的北漂 从我24岁来帝都 一直到去年还是前年 房价都是一直上涨的 所以买房子 他不仅仅是为了住 他也是真为你自己升职 为你自己做原始积累 他也是一个男人 有正事的标签 这么优质的 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 好男人的这么个资源 咱能不参与吗 对不对 咱这些同学 大家为啥焦虑啊 不就是想当个好人吗 想当一个负责任的 对自己 对他人负责任的好人吗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 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焦虑 每天就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我经常问他说 你没钱怎么办 他说管家里要啊 他父母不是有钱人 也是出苦力的 所以只要你人格足够低 只要你的下限足够低 你不会焦虑的 你会让很多别人焦虑 对吧 我和大家说了这么多 我和房子的总总归根到底是想告诉大家 房子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焦虑 不是你们的 现在谁还买房子啊 你现在今天买一百万 明天转手降到八十万 那你说你有正事吗 你是个好男人吗 对不对 我们那一代人啊 用整个青春验证了买房子是个多二币的行为 给你们打了样了 你们就不要再走一次了 轻装上阵 享受人生 用青春享受职场 实现理想和自我价值 我觉得至少 大家是可以往这方面琢磨琢磨 往这方面想一想 我们同事朋友啊 现在一聊天都问 你赔了多少 别提了赔了一百来个吧 以后当存家宝吧 都是这条壳 大家现在都不爱提房子 因为只要大家提房子 就跟骂自己一样 就显得自己特别无能 无知 研究生啊 搞嵌入室是很有可能留在一线城市的 大家好好学 不要为明天而焦虑 那当然了 尽管我这么说呢 可能我自己也做不到 尽量吧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焦虑嘛 那些没有买房的80后90后 他享受了人生的 到这会儿手里他也有钱了 因为现在80后90后都是各行各业的主力军啊 对不对 占据着重要的职位 他有钱 他想买随时买 他也享受了人生 这一类人才是你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你可别学我们这些苦逼 知道吧 我们在这方面没什么可让你们学的啊 我们在这方面是反面教材 买房子的 自住的 赔钱的都是反面教材嘛 这就是我这期视频想告诉大家的 所以呢 咱就说到这儿 越说心里越不得劲 是不是 这等于这整个一期视频都挖自己多么无知无能 对不对 所以咱今天就聊到这儿 最后呢 再劝那些焦虑同学 你要是为这事焦虑的话 你的焦虑啊 存存多余了 好吧 那好啊 这些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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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